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忆 第1147节 混沌魔潮的确是无比可怕 仅仅是穿透遥遥虚空传递而来的力量 就让秦晨差点难以承受 多亏了至尊到底 嗖地下 远处光芒一闪 急着赶回来的墨渊白 竖得出现在了山谷之中 看到山谷中的景象 脸色微白 师父 你没事吧 墨渊白紧张了 而后震惊地看着 王启明头顶上面的至尊刀地 至尊刀地的力量 虽然已经消散殆尽了 但是散意出来的威压 依旧是令他变色 我没事 多克了至尊刀地前辈出手 否则刚才就危险了 秦晨心急的 至尊刀地 墨渊白心惊地看向了天空 至尊刀地的大名 他自然听说过 乃是远古时代刀道大能 盖世无双的人物 竟然还活着吗 两位是现在人族的强者吗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是至尊刀地 他无比的虚弱 仿佛随时都会消散而去 晚辈 天雷城城处秦晨 见过至尊刀地前辈 秦晨立即行礼 仅仅是至尊刀地 当年在天魔秘境 对抗一族深运 就足以受秦晨如此大力 墨渊白也是急忙心里的 当阁阁主墨渊白 见过前辈 当阁阁主 至尊刀地 看了一眼墨渊白 目光失落 万圣任务 难道如今我人族在铁武大陆 已经虚弱成这般模样了吗 墨渊白顿时好生尴尬 前辈 如今大陆之上 已经没有圣经强者了 秦晨明白至尊刀地的意思 叹了口气的 唉 其实早该预料到的 当年一阵 一魔族封锁我天我大陆虚空 让我人族失去 不破虚空的机会 就是为了今天这一日 至尊刀地 苦笑的 封锁我天我大陆虚空 秦晨一阵 周眉道 前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不是因为天地本源损坏 才无法诞生圣经强者吗 不对啊 如果只是因为这个 那么天武大陆曾经的圣经强者 又去了哪里呢 天武大陆上万年前的历史 就像是陷入到了一段黑暗中 彻底消失了一样 这很显然 不仅仅是因为天界破碎的缘故 又或者说 当时的圣经强者 全部陨落了吗 不管怎么解释 都无法解释得通这一切 至尊刀地没有直接回答 说道 哎 好了 文政老夫也快消散了 你可知道 以魔族是怎么来到 铁武大陆的吗 不知 秦晨摇摇头 武裕神晋之地 你应该知道吧 至尊刀地的 知道 秦晨点头 晚辈还曾进入过神晋之地 传闻神晋之地 是远古圣经强者 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遗址 陨落的圣经高手无数 导致神晋之地 所在的地区规则异变 这才形成了如今的恐怖禁定 你 你竟然进入过神晋之地 而且没死 你身上的灵魂气息 不对 你不是一个少年啊 至尊刀地吃惊地看着秦晨 即将消散的身体 因为震惊剧烈的波动 差点直接消散掉 他尝出了一口气 震惊地看着秦晨 竟然你进入过神晋之地 那就好办了 神晋之地 是在远古时代出现的 远古时期天无大陆强者众多 圣经强者也如云呢 十分强盛 某一天 天无大陆节节被撕裂了 由一道神灰从天而降 坠落在如今的神晋之地所在 由于此物威力巨大 整个天无大陆剧烈震荡 原本的天无大陆 是整体如一的 但是 因此物的威力一分为二 化作了无欲和四大下欲 形成了天剑一般的隔阂 当时我天无大陆 无数强者被惊动 以为由异宝降临 纷纷前往神晋之地 去探查这异光 但不曾料到 危机降临了 而那危机并不是 从天而降的异光 而是 尾随异光而来的天界强者 那一道异光威力极强 传闻是天界的某一个质宝 在天界引发无数顶级种族和强者的厮杀 而此物在战斗中坠入 虚空竟然来到了我天无大陆 而无数天界强者也随着那异光 进入到了天无大陆 当时为了争夺那异光之物 在天无大陆发生了一场惊天大战 而那大战的核心 也是神晋之地 因为那一场战斗 五欲之中形成了诸多禁地 死亡峡谷等等 也都是因为那一战而形成的 而当时的天无大陆强者如云 甚至由五破虚空进入天界的高手回归 而诸多外界高手们 因为在天无大陆受到规则压迫 再加上一开始人数稀少 并没有斩到上风 反而是损失惨重 但是随着降临的天界强者越来越多 大战的等级也在提升着 直至最后生死存亡的一战 这场持久的战斗 一开始以天界强者弱势开始 到后来天界强者越来越强盛 但随着天无大陆的屏障被修复 天界强者受到的压迫也越来越大 天界的高手想要进来 需要付出实力大损的代价 凭借着人数的优势 以及天无大陆对天界强者的压制 我们人族才渐渐地占据了上风 最后灭掉了天界的绝大多数强者 封印了一些天界的高手后 自此天无大陆才算保了下来 而神进之地也划走了大陆的一个禁地 哪怕是圣境强者进入其中也必会陨落 而这一场战斗最可悲的 却是我们人族连那一光宝物 是什么都没能了解到 秦臣终于明白至尊刀地 为什么听到自己进入神进之地后 会那么震惊 那毕竟是连圣境高手进入都会陨落的地方 而且神进之地竟然是和天界强者有关的 这是秦臣怎么也想不到的 雷霆之海 神进之地 天界和天无大陆之间到底还有哪些关系呢 不过秦臣知道 至尊刀地还没有说完 因为他目前只是在说天界强者 还没有说到异魔族的出现 果然 至尊刀地继续说道 当时我们人族耗费了巨大的代价 此时惨重之后 终于抵抗住了天界强者的袭击 奇怪的是 那一战之后 天界竟然没有强者继续进入天武大陆 就在我们以为天武大陆安全之后 想不到我们天武大陆的恐怖战斗 竟然惊动了靠近天武大陆的一魔大陆强者 那一魔大陆的高手发现了天武大陆的秘密 为了夺得神禁之地中的宝物 竟然也对我们天武大陆进行了入战 而当时我天武大陆因为对抗天界强者 已经是损失惨重 自然是力不从心了 秦臣立即打断道 前辈 您确定 为什么我听说的 却是一魔族人之所以入侵我天武大陆 是因为一魔大陆本身也陷入了危难 必须吞噬我天武大陆的本源 才能让一魔大陆继续存活下去呢 至尊刀帝摇头 不可能 当年一魔族进入天武大陆 正是因为那神禁之地中的一光重宝 这一点是当年我天武大陆强者公认的 秦臣眉头一皱 他听到的却和至尊刀帝所说的不同 他听到的是 一魔大陆也在天界强者的入侵下 为了让自己的大陆不陨落 一魔族这才对天武大陆进行入侵的 但是 现在这两个说法却截然不同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说 有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东西 对抗一魔族 比起对抗天界强者要持久的多 一魔族高手虽然不如天界强者 但是却源源不断地入侵我天武大陆 甚至 在数万年里一共入侵了多次 但是我们人族拼尽全力 将一魔族抵挡在了外界 可是 天武大陆虽然保住了 但当时强大的顶尖高手几乎死绝了 而一魔族便趁此机会封锁住了天武大陆的虚空出入口 不让任何天武大陆的高手出去 出入口 秦晨已冷 难道是 捂破虚空的通道吗 他立即的 前辈 据我所知 武者之所以无法捂破虚空 是因为天界已经破碎了 天界破碎 至尊刀地周眉 这怎么可能啊 他一脸难以置信 秦晨也疑惑了 从古尊人口中他得知 天界已经破碎了 而且他也看到了血脉圣地深处的 那个天界的入口 他有一种感觉 古尊人并没有骗他 古尊人出现的年代 其实比至尊刀地还要更厚明 是在一魔族大战之后 万年黑暗断层之前 也就是说 至尊刀地所说的对抗天界强者的年代 古尊人甚至还没有诞生 而至尊刀地等人 在天魔秘境陨落之后 古尊人才诞生的 并且遭遇到了天界来临的那名高手 得知天界破碎的消息 如此说来 至尊刀地没听说过天界破碎 也就说得通了 没错 天界的确破碎了 秦晨肯定的 难道说 当年天界强者突然不再源源不绝地进来 除了因为天火大陆解解修复的原因外 还因为天界中出现了意外 至尊刀地也迷魂了 不过 他也没有纠结太多 因为他的能量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连续道 所以 我所说的出入口 其实并非 五魄虚空天界的通道 而是天舞大陆 进入到虚空之中的出入口 秦晨愣住 天舞大陆进入虚空的出入口 这又是什么呀 至尊刀地解释道 你所说的五魄虚空 其实是舞者实力达到一定地步 天舞大陆无法承受这股力量 会将对方排斥出去 自然升入更高的位面 那便是天界 而除了天界之外 天舞大陆之外 还有五魄虚空和位面 圣经强者除了五魄虚空之外 还可以通过这个出入口 进入到虚空之中 甚至前往别的位面 就如同一魔族高手 进入我天舞大陆一般 否则如果 五者突破圣经之后 只有五魄虚空一徒的话 一魔族的魔主级高手 又如何能够入侵我天舞大陆 他们岂不是 早就应该去天界了吗 这 秦晨景 不得不说 至尊刀帝所说的极有道理 整个世界 不仅仅只有天界和天舞大陆 两个位面 而是有无数的位面 五者突破 除了五魄虚空 进入更高的界面 天界之外 进入其他的位面 似乎也并非没有可能 至尊刀帝继续道 任何一个大陆 都有出口进入虚空 铁武大陆的强者 突破圣性之后 可以从那个地方 随意进出虚空 甚至 探索这天地 但是一魔族的高手 却将这一片虚空 给封锁住了 将其变成了一条死路 任何铁武大陆的强者 试图闯出去 都会被斩上 一魔族的目的是 让天武大陆 永远发展不起来 因为在天武大陆中 圣经强者的寿命 仅有三千年 而走出天武大陆 就可以摆脱 天武大陆的规则限制 寿命提升数十倍 人类可以活十万年 至尊刀帝 说出了一个让秦晨震惊的消息 感谢您的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